各位馬迷老友好 歡迎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說說11月28日有什麼馬場花生騎練 和大家速報速報 各位未訂閱雷文頻道的朋友可以免費訂閱雷文YouTube頻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去支持一下講真心話以及花費大量時間 認真對付每場賽事的雷文頻道 上天出了四條育成系列 有兩個win一個第二另外一隻跑第五 會員朋友可以中三條Q 希望各位去支持一下雷文這個 認真對付每場賽事的頻道 亦都是一個講真心話的頻道 講到11月28日都有些騎練 拼咪有些明星的賽區 上次都是失手而回的 今次落在萬人迷級別的騎師身上 看看這些馬會不會交出成績 說到我們萬人迷莫雷拉 現在被潘頓扔掉了好像十場頭馬 如果沒有記錯就是 但是萬人迷莫雷拉 不覺不覺 在上個月的20日到現在 已經是連贏九個賽日了 日日都有馬贏的 幾多倍就免得說 給你一顆糖也好 什麼都好 都叫做日日贏 今星期日沙田雷神又有十隻坐騎 為何呢 田雞 巴道 這些搓手可熱級的騎師 都是停賽的 史卓鋒不知道是不是三蚊爛 還是什麼鬼也有上不到陣 另外霍雲星亦都是停賽的 雷神上次有一對馬 雷文也有選擇的 但是拼回來一隻就失了手 一隻就近了 這次雷神也有再說這兩匹 蔡若翰的馬 那隻風火戰驅 上次哄一聲 誰知另外還有一隻哄一聲的落滿罐 就過了他 另外那隻醉眼光前一次 在那夾夾夾夾夾夾夾 夾夾夾夾 近一近 上次兜外少少回到來 手軟腳軟 他就覺得 阿塞 星期日這一對馬 風火戰驅和醉眼光 他覺得 是阿塞最高贏面的馬來的 看看莫雷拉說話老不老實 各位如果相信拉叔說 按一字投一投票 如果不相信就二字 想自己打電話問莫雷拉的 按0字 有人手接駁 這隻風火戰驅 上季落地 三劑都贏了 但是呢 金劑一出來 看到他試三貨閘 三貨閘也有些不同的東西試 想著他一出來 跑千四都OK 即是今季復出 誰知 就輸了給那場 扯快步速給那隻落滿罐 就輸了一聲 就得條Q 現在呢 風火戰驅又再出了 就跑尾場了 即是跑第十場 這個三班的千四米 二班的千四米 今次的對手 都有一些不錯的千四馬在 好像堂堂幸運 雪山飛狐 上次贏他那隻 洛滿冠 都有一些好手 還有包裝太保 不如聽聽我們雷神 為什麼他會覺得 這隻風火戰驅 是 阿塞 有贏面的 其中之一 莫雷拉就這樣跟大家說 他說你信不信我都好 我都是這樣說 信就按一字 想有懷疑就按二字 想問莫雷拉按三字 他說風火戰驅 上次 其實的表現 是沒有令到我 莫雷拉失望的 他說這隻 始終都是季來初出 他說 雖然 操練已經是做好事 但是始終都是初出未熱身 都未踏一踏他 其實上場出來的狀態 未是最佳的水準 所以 去到最尾前鬥的時候 就頂不住那隻 就已經踏到行的 落滿冠 阿拉叔就是這樣說 他說跑完回來 隻馬操練都是正常的 拉叔再走去幫這隻 弄多一貨泥閘 他覺得 這隻風火戰區 再走去士多貨閘 走勢都夠輕鬆 他說現在的進度 就會更好 他說去到28日那天 星期日 就會是最佳狀態 阿拉叔說的 他說雖然同場對手 今次的實力 都是相當強的 證明阿拉叔 都有看過同場的對手 起碼有個主動性 去看一看牌位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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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他說 希望 撻完貨閘的風火戰區 可以修復 前室 就贏回一場 頭馬回來 這樣說 說到這次拉程 這隻醉眼光 在香港兩次落地 都是跑1200的 是不是 兩次都跑了兩個第五名回來 剛剛就是沒有四重彩 派彩的 問你服美 是不是 四重彩 拿個做膽 剛剛無銀收 他說 跑完兩次1200米的這隻 醉眼光 他說今次 星期日走來跑1400米 莫雷拉就說 第一劑初出 其實醉眼光走勢 都好死生硬 那麼 雷文都和大家 在雷文看視集 看過這隻 在谷草集 扔完個彎 才在左片右片 請上來 他說 第一劑在香港出賽 他說根本 整條直路都無能夢空 看見你果仔 真是躲著頭都暈了 相信買了你的馬迷 真的都沒有人夢空 都未能全力思維 他說 但是未能夢空 都有得近 只有近 他說上次 再出來再跑1200 他說 最慘就是 一起步 就已經被人撞了 但是直路都有得衝 只不過 剛剛上不了名 莫雷拉說得很輕鬆 剛剛進不了四年環之馬 雷文又不是這樣看 進不了四年環 很嚴重的 他又不是這樣看 剛剛上不了名 他說 所以由此可以推斷 出閘被人撞 扔到外面 再有得折 他說 千四米更長的路程 可能會更加適合 這隻最眼光的發揮 所以這次跑1400米 他認為 蔡若翰有這個部署 都是適合的部署 他說 最眼光 現在香港也叫做 落過兩劑地 吸收了一些 實戰的經驗 不是在紫上談兵 他說狀態 和成熟程度 這隻最眼光 應該是有進步的 莫雷拉 預期這場最眼光 有什麼水準交出來 莫雷拉說 星期日 他預計 莫雷拉預計 他說 星期日 會有進一步的表現 是這一場的爭勝分子 莫雷拉打完這兩隻之後 也都搭檔說一說 另外阿塞那隻 因為之前已經有條片 說阿塞 打那隻 騎士杯 幸運快車 與及勁勃的 現在 莫雷拉打完咪咪之後 莫雷拉也要答兩句 爹 他說 阿塞這隻勁勃 上次出來跑1400米 擺明就嚴短的 他現在才跟我們說 嚴短呀 你看不到嗎 他說 還要是九優復出 又嚴短 所以輸了給幸運快車 跑過第五 都是輸了兩個馬位 他說表演已經是合格 剛剛又是入不到四重賽派賽 那種 莫雷拉數來數去都很多 這些東西 第五 就是近的 總之又沒有派賽 他說 又剛剛熱身 阿塞那天又做三條行頭 你們猜 輸給幸運快車兩個馬位 其實嚴短 莫雷拉事後看 他說這隻勁勃的表演 已經是及格 不是合格 是及格 是及格 他說這隻馬 這次 跑1600米 應該適合這隻勁勃的 照計 可以給他發揮他本身實力的路程的適應性 就是1600米更好 他說臨場如果跑回應有水準 各位自己讀這句話 我不讀那場馬 他說臨場如果 可以跑回應有水準 足以在這場 歧視杯 再走入前列 莫雷拉 就打了勁勃 最眼光 風火戰區 他說風火戰區 再撻去破閘 熱過一次身 上次未熱身 就撥下去 差一點 差一點 是不是呀 給你一條 金劑 他說 希望贏回一場 最眼光 總之就是入不到來四重彩 但是已經及格 已經及格 他說這次 上千四會有進一步的表現 是這場的爭勝 分子 他說勁勃 千四又嚴短 上一劑 又嚴短 又久休 復出 跑第五及格 及格 這次跑1600 賽又出三隻 他說 林祥如果跑出水準 足以在這場 歧視杯走入前列 莫雷拉 說的話就是這麼多 信不信就任你們了